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给零售过的 充满了灵气 就是它以后再也不用进化了 雅特兰迪斯水晶 不是雅特兰迪斯水晶 雷姆里亚水晶 雷姆里亚水晶 然后这里是一块巴西紫水晶第二组 然后这也是一块紫水晶 是我一个好朋友他送给我的 然后这一块水晶我经常用 做仪式啊什么时候都经常用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和林佳一起闭上眼睛默默的冥想 然后再睁开眼睛想一做深呼吸 好 选好了吗 那我们现在开始解排咯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的小朋友 这一张代表你自己太阳 这代表他自己的状态 你对方他的这种切勒状态 截至 然后这是两张天使卡 37号汉鸟 3号乌利尔 然后这一张是神域卡 阳生大师神域卡 健康和疗愈 选到雷姆里亚水晶这一组的你们健康和疗愈 选到雷姆里亚水晶这一组的你们 然后3张大天 那个浪漫天使卡 新恋情 电流 展现风情 从这一组牌来看 我觉得你们可能会开启一段新恋情 就是你们在 你们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一张牌加上这一张牌的话 他可能会就是说 有一个新的 有一个新的人朝你走过来 然后你们产生电流 嗯 那或者也可以说 如果说你们 如果说你们现在有一段 在已有感情中的话 可能是你们这一段感情 将会重燃激起 不如新阶段 嗯 这一张牌是勇气 告诉你要相信自己的勇气 然后那个汉尼尔 大天使汉尼尔的牌是 直觉 信任你的直觉 让勇气带着你 带领你信任你的直觉 可能如果说有的人 他遇见新的人的时候 他可能会 不相信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值得 值得你对他好 值得你付出自己心的 嗯 嗯 然后大天使 要你信任自己的直觉 然后这一张牌是 杨胜大师神谕卡 杨胜大师告诉你 嗯 那你这一次 如果说要开展一段 新恋情的话 就一定要好好的记得 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然后但是其实我觉得 你现在状态挺好的 你是太阳牌 你是太阳牌 你现在 就是非常的热情 非常的重处满志 然后 你看这个小孩子 这个婴儿 他骑在一匹马上 然后上面阳光普照 大有一种出声流毒 不怕虎的感觉 然后你的对象 现在 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人 你对象现在 他是一张节制牌 他现在是在一个 比较平静 比较和缓的 嗯 一个阶段 有可能就是要 你看 嗯 乌利尔天使就是 他把光带入困境之中 也有可能是 你的出现是你对象 是你对象的一个光 然后你去把这个勇气 你把勇气带给他 带入你们的感情困境之中 然后你们之间会产生电流 然后会开始一段新电情 展现风情 展现你的风情 展现你的魅力 展现你迷人的魅力 然后去制造这个电流 嗯 当然一切要在健康的基础上哦 嗯 我觉得从这种牌里面来看 而且 我们正问的是圣诞节呢 不能够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吗 那我觉得 现在到圣诞节还有蛮长的时间 你可以好好准备一下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有这两张牌在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而且你们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充满了激情的 嗯 圣诞圣诞节吧 嗯 反正在我们中国人来说 圣诞节我们都过成了第二个情人节嘛 祝福你们 祝福你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的小朋友 这是你的状态 愚人 对方的状态 审判 又是这个审判 我都 我自己抽的第二组 审判牌又出现了 阿瑟瑞尔 大天使 夏米尔 大天使 重生和爱自己 养生大师卡 老师 teacher 有点搞不懂 浪漫天使卡 吸引力 吸引力 浪漫的感觉 浪漫感觉 这张牌都 这两张牌都是在说感觉耶 成瘾行为 互相依附成瘾行为 这种牌有点复杂 我觉得 这种牌有点复杂 你现在是一个非常自得其乐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个状态呢 它是在于人 在天王星的位置 就是很 你虽然说自得其乐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旁边有危险还是 是好的还是坏的 嗯 然后你走到悬崖了吧 对吧 你都不知道再往下要掉下去 但是你也不在乎 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 就是我通过这些牌 因为这里有一个成瘾行为 我觉得配合这两张牌 我觉得 你现在的那个感情 你现在的感情 模式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 因为这里有一个成瘾行为 我觉得 而且这里有大天使下 大天使夏米尔告诉你 要爱自己 一个爱自己的一个 一个提示 然后你对方 他现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完成牌 我觉得很有可能 就是我觉得选第二组的你们 很大一部分可能你们是单身 要不然就是你们跟对方 现在已经处于一个 类似分离的陌生期 就是对方他现在已经完成了 某一项 如果是在感情上的话 他其实现在已经做好了调整 但是可能你们自己还没有做好调整 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teacher 我觉得也有课题的意思吧 就是也有可能就是 这样一个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是你的一个人生功课 你要去学习 还有一种可能是他要你 他要你扬声大师 他告诉你 要去找找一些老师 找一些可以教导你的 像他们好好学习的人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对方 他是你的老师 就是就是 就是是可以可以引领你一些的人 然后这个吸引力和浪漫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都其实都是 这三张牌其实都是在你自己 他们他们其实可能解释的是这张牌和这张牌 就是你要爱你自己 你要好好地去找一下 我自己在想 你想要 比如说我们这个课 我们这个测试的是 能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圣诞节 你也许并没有一个喜欢的人 其实在你心里 可能你并没有一个 就是真正很喜欢他 想要和他一起过节目 也许你只是耐不住寂寞 可能害怕自己一个人 而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就是成瘾的行为 就是你只是想要去依附对方 然后你要你要学习 学习爱自己 这是一个你自己重生的机会 吸引力你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你要看到自己的吸引力 散发自己的魅力 然后爱自己 看到自己的好 然后就浪漫的感觉 当浪漫感觉真正存在于你心中的时候 那个人就会出现 然后你也会有一个很愉快的 祝福 好我们现在看看第三组小朋友的牌 你自己的 哇 哇 战车 你现在是在完成一个新项目 现在是在把心思放在事业上吗 对方的啊 对方的跟你又非常的相反 对方非常佛系 女祭司 他现在在进行灵性的提升吗 天使卡 天使卡 大天使夏米尔 自我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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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大天使夏米尔 希望 揚声大声 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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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索罗门王 你这 这牌 浪漫天使 王 现在这两拍戏也不看到 然后是财务 财务问题 然后是毕竟 天哪 怎么 怎么这一组牌跟刚刚那一组牌有点像呀 这一组牌他可能也有也是有想告诉你你现在他可能他比刚刚的那那副牌更加的就刚刚那副牌可能那一组选那一组的朋友可能是自己在情感关系上可能有一点可能感情观有一点问题 但是这一张牌可能它是在提醒你就是如果说你现在心里有某个想着的人的话可能他并不是很适合的人 就是 但是你不要放弃希望 就我觉得可能你看你们俩的那个状态都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你们的状态不一样 然后所以导致了这张牌出现 这张牌是 这张牌是没有回报的爱 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去催化这个关系 然后现在现在这三张浪漫天使卡浪漫天使卡都给了你们三张非常现实的一个一个牌 一个是没有回报爱一个是财务财务问题 一个是毕竟就是要和自己相处 那我觉得如果说你们现在是已经在一段关系中的话 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可能是有一点同床一梦的状况发生 同床一梦的状况存在 然后那这张牌的这张杨胜大师神域卡的出现就是要你们 优先自己 那肯定是要优先自己 那肯定是要优先自己 那肯定是要优先自己的权利 然后毕竟你要和自己独处 你要和自己独处 或者是没有办法自己独处的话 就做一些冥想 或者是出去做一些和身体相关的一些运动 然后或者SPA之类的 我特别喜欢叫人去做SPA 然后现在这个财务问题这个的话 这个这个牌出现有可能就是和这个战车 你看你现在也许是把心思放在了赚钱啊这些上面 可能你其实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就是去经营一段关系这个样子 然后对方如果说你心里有人的话 那对方现在也是一个很佛系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单身还是心里有人 还是有一段关系的存在这样子 其实你身边又依然有一个潜在的 可以和你共度圣诞节的一个对象存 一个对象存在吧 但是你们俩可能没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可能 但是可以互相陪伴一下我觉得 就是可以互相陪伴一下嘛 那对方也是一个还蛮有灵性的人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 抽到这套牌的你们可能在你们心中感爱情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吧 还是祝福你们事业顺利 然后还是圣诞节还是希望能够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现在三组牌我都解完了 然后我现在的心情有一点失落 这除了第一组牌的小朋友有可能之外 第二组牌就是成瘾行为 就暗示你这个想法有可能是不对的 然后第三组就有可能是出现那种 其实第三组很有可能出现一夜情 第三组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想寻求一个刺激 或者是就来的快去的也很快 就他们自己的状态 然后对方也是一个非常佛系 然后觉得大有一种你来就来 你走也可以的那种 然后本来我是怀着一个很好的初衷 想看一下大家能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过圣诞节 那有的单身的小伙伴 肯定还是也希望圣诞节的时候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 一起甜甜蜜蜜的过一个节呀 然后可能 是不是因为离圣诞节太远了 也许 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离圣诞节太远了吧 到时候 到时候圣诞节 提前十天左右 我再来做一个招呼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态和现在肯定也不一样了 你们的状态也提升了 我的状态也变了 我决定还是再来抽一次牌 抽一个爱的叙语卡吧 这爱的叙语卡非常的好 非常接地气 他都是在告诉我们怎么做事 告诉我们怎么真正脚踏实地的做人 我觉得很好 请给第一组的小伙伴一些建议 这是第一组 请给第二组小伙伴一些建议 第二组小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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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要一张牌 这个功力还有待加强 这时候我妈要在的话 我妈肯定会嘲笑我 那又是两张牌 是两张牌 就会用下来 那些木匙伴使用 第二组小伙伴 第二组小伙伴 一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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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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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两张 我只要一张 谢谢 第一组 你是不受局限的认清真相 你可以做任何你决定要做的事 第一组 宇宙好爱你 你是不受局限的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祝你们有一个浪漫美满的 圣诞节 第二组 当做你的身边有伴侣 我明白了 我死心了 当做你的身边有伴侣 好吧 就信你那法则吧 无论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伴侣 你的行为都要像是有伴侣在身边 时时刻刻为他们着想 反正 反正行吧 当做我的身边有伴侣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 其实就是那你看既然连爱的叙语都这样说 就是可能你现在就是还是不是很适合 不是很适合 不是很适合进入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 就是先做好自己 先调整好自己 这肯定是对的 第三组 喜欢 心一喜欢 如果你渴望生命中出现更多的爱 那么你就要让自己成为更有慈爱心的人 第三组的小朋友们和你们的状态也很像 你们的牌是战车 你们现在可能根本就没有心思在感情上 你们也没有想过要去对谁付出爱 付出温柔 付出体贴 可能也没有 然后那其实你们的伴侣 呈现女祭司的这样一种佛系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也和你们自己现在这样的一个表现有关系吧 喜欢才能吸引喜欢 你要自己先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 然后去说柔软的话 做柔软的事 说美妙的语言会让舌头变软 这个话是佛祖说的 就多看看美好的东西 会让你们自己的心也变得很美好 多看看浪漫的东西 你们的心也会充满了浪漫 然后也会吸引 也会吸引浪漫的关系 真正浪漫的关系 然后第二组的小伙伴 当做你们的身边有伴侣 圣诞节呢 就不要不要想着因为寂寞空虚冷 然后去跑去找一个人呢 就不要了 就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吧 开玩笑的 就只是现在这样嘛 就是说不定到了下个月 现在水泥还没有完嘛 那到了下个月你们的状态 肯定有很大的提升 我相信 然后第一组小伙伴 恭喜你们 你们是不受局限的 好的 今天晚上的抽牌到此结束 祝大家做个好梦 睡个好觉 晚安